養生種菜樂,大家好 我今天來分享如何種一顆果棋 我個人比較偏好零下果棋 因為零下果棋它果實比較大 而且甜度夠 這個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我們要挑選好的品種 那麼我們可以先到這個 比如說我在大華超市 可以買到這個零下果棋 我們在袋子裡面 挑選幾個這個比較大的 果實比較大的來浸泡 一下子它這個表皮軟化了之後 我們再跟它這個播種下去 我是用這個 Garden and Soil 這個是花園圖 當然如果能夠用這個培養圖 那是更好 但是其實這個品質也很好 你像我這個苦瓜 一個禮拜前才培育的 現在已經長得這麼漂亮 就是用這種花園圖 你看這個苦瓜 它一個苦瓜的重量可以達到769g 而且它這個肉質很厚 裡面的這個種子很少 像上個禮拜 我切一個苦瓜 裡面才有五顆種子而已 那麼我們現在言歸正正 我們來談這個枸杞 這個枸杞 這個枸杞 這個皮已經泡水軟了之後 然後用這個牙籤跟它挑出來 挑個這個四五個這樣子 跟它播種在這個花園圖裡面這樣子 然後周圍的泥土把它淹蓋好之後 那澆水澆濕透 放在這個比較陰涼的地方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像這個培育的溫度就是在15度左右 就可以開始培育了 像這一顆呢 它是在這個四月底開始培育的 現在已經長得很漂亮 像這個是去年四月底種的 但目前已經結實咧咧 這個零下枸杞的確品質很好 你看現在長了一大串的 我只是用一個空米袋 每一個空米袋種一顆而已 就可以長得這麼漂亮 當然下面也是要紮動 這是去年我四月種的 它這個每一個米袋只有種一顆而已 但是呢 它有很多分支出來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是種了 一個米袋種好幾顆 其實只有種一顆而已 你看 它現在你看 每一隻都有長好多花苞 又陸陸續續的都在長 你看 這麼漂亮 每天看到這些國旗都很開心 毀了呢 我是用蛋鈴甲肥 混合一些泥土這樣種下去 到了這個開發期呢 我再加強這個鈴肥 今天呢 我這個國局室的種植 就介紹到此為止 假如你喜歡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 謝謝再見 拜拜 拜拜 好嗎 對 感谢观看